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未有梦想感拼搏 并且热爱工艺事业的青年歌手 严子熙先为西安演艺集团歌舞剧院南高音独唱演员 为支持第二故乡的中小型企业 他又为陕西本土的拉越26品牌做起了形象代言人 有一次偶然演出的时候 遇到了一位广州的朋友张克蕾 他说他是做音响设备的 而且通过交谈后 发现 他也是一位热爱工艺事业的人 是一位年轻的爱心企业家 于是越聊越投机 我们就商量好一起做工艺 然后我给你代言你的音响 我们拿出来一部分音响捐赠给贫困山区的和需要帮助的特殊人群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怀和温暖 后来严子熙去陕西黄龙县工艺演出 又被黄龙县县委县政府授予了旅游形象大使的称号 严子熙的个人经历 2006年 全国艺术人才选拔在民族唱大演讲 2007年8月参加陕西省庆祝建军80周年大型文艺晚会 2008年参加春天的故事 陕西省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获得十大杰出歌手2010年录制延安春节晚会演唱 在村里过大年2011年参加陕西霸凌杯红歌会 获得青年民族组冠军 并得到了严肃 胡松华 于书珍等老师的一致好评 被严肃老师称为长安金嗓子 2016年1月受邀录制中央电视台黄金100秒 2017年9月录制星光大道 并获得周冠军 2017年10月录制星光大道 获得月亚军 2017年11月受邀录制CCTV三回声嘹亮与著名歌唱家魏金洞 刘和刚 李丹阳等共同录制 并与著名歌手林平演唱 为我们的今天喝彩 2018年1月与著名歌唱家刘和刚 陈思思 孔正文工团陈小涛 星光大道刘大成 吉米 9月奇迹 去日阳刚 曹茂杰 阿宝 李玉刚等一同受邀录制 星光大道嘉年华年度特别节目 2018年8月一日建军节成功举办 竟一个军力新歌发布会寄卖力音响 代言签约仪式2018年4月受邀担任星光大道 月赛评委2018年6月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赵燕老师问严紫熙提字长安好嗓子2 2018年8月再次担任星光大道评委严紫熙格人代表作 月影格堂江山多郊 神仙留恋的好地方 老爸老妈 热恋的家乡 老李敬一个军礼 世上你最好一路走来 严紫熙的艺术一路也并非一帆风顺 但是他总是能用部队练道出来 等不怕苦不怕累 勇往直前的军人作风去面对一切困难 在自己得到别人的帮助后 他也会学着像帮助他的人一样去帮助别人 在此我们祝愿紫熙的艺术之路越走越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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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